简安湘光华社区5号上午举办了设照西据点揭牌仪式 光华社区申请成为设照关怀照顾据点 并且设置西据点还有巷弄长照站 详意县长一村里一据点政策 5号上午在社会处副助长及县议员张怀文的共同主持下开办了 在资源不足的地区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转型设立 长照2.0支西级巷弄长照站 欢迎现在5号上午在简安湘光华社区开办了社照西据点的成立 包含了社区长者与社会处副助长以及县议员张怀文也都到场关心 服务送餐再加上一个叫做延缓失能 这样子第五项的服务项目才叫做社区照顾西光华据点 这个西光华据点是跟长照是连在一起的 长照有经过了 长期到够 那如果没有第五项的延缓失能呢 就是以前旧的叫做社区关华据点 它是有两个差异性在这个地方 所以将来在各位接受这边的服务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的延缓失能跟健康促进的课程 据点在经营管理与服务绩效上有许多可取之处 但因地处偏远在资源多元性健康促进活动 及职工人力上较为薄弱 如是据点要转型为西级巷弄长照站 加强长者的心理照顾 并且预防失能与延缓长者的老化 组织健全的志工服务 记者林杰 简安采访报导